- 大家常說不需要跟人家比較 內在的涵養更能夠凸顯你的價值 但在這個社群網路爆炸的時代 讓我們總是不知不覺的就跟人家比較著 我們羨慕著別人總是來個說走就走的旅行 羨慕著別人的生活怎麼感覺懂事那麼充實 而我呢就像個爛草莓一樣 別人說什麼就是一捏就爛經不起壓力 你看就是這樣子比較的心態 讓我們就是沒有自信又容易感到焦慮 我們生活在一個社群網路逐漸新奇的時期 從印象中的無名小站 到後來大家能夠輕易的分享各種生活點滴的 臉書、Instagram、Twitter、小紅書等等 大家可以說就是能夠藉由這社群網路 不斷地窺探著彼此的生活 那大家在這個世代的我們 自我價值的認定 除了靠同儕、家人、朋友之外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部分 便是在社群網路上 別人對你的關注和贊助 那在我學生國中時期 是流行著無名小站的時候 大家會寫著網誌 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 但除此之外 大家更常比較的是你的網誌有多少的人氣 有多少的觀看次數 甚至有誰來看過你的網誌 那如果當時有些有名的人 或是你在童年級中一些漂亮或帥氣的人 有來看過你的網誌 往往就能夠在這個比較人氣的戰役中獲勝 那當時我常常就跑去一些有名的人的網誌底下 或是童年級中一些笑花、笑草的網誌底下去留言 三顧毛鯉的去留些有趣的留言 希望他們能夠來我的網誌看看 帶來一些流量和人氣 但儘管我多做了那麼多的努力 我網誌人氣仍然沒有起色 那時候我總是會想 難道在社群網路的時代下 外表條件較好的人還是占盡了優勢嗎 因為國中時的我 其實就只是個身高只有一百四十四公分 頂著一臉志氣的男孩 所以當時看到我的人 無故都想要逗弄我一下 所以當時的我不只有容貌焦慮之外 對我身高更是我的軟肋 所以有一些同學看到這樣子的我 更是抓緊目標一直羞辱或欺負著我 當時許多跟身高相關的綽號或標籤 都貼在我身上 像是什麼臭矮子啊 臭豬如啊 矮個啊 等等 雖然這些可能都只是當時同學們的無心之過 不過正可能是因為社群網路的影響下 我更加加具對於這種外表比較上的支持 所以往往這些話語都聽盡了我的心坎裡 所以我總是很傷心又很難過 所以那時候我只要下課或放學 我都很討厭待在班上 總是逃到家中 然後又微生在社群網路的世界裡 期望能夠靠著人氣戰勝他們 但結果又是陷入了這個 與人不斷比較的惡性循環之中 但也在這個因緣忌諱之下 我發現我在社群網路裡 常常被誤認成另一個也叫建平的人 經過調查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是我們童年級中 一個姓名跟我非常相似的一個人 他姓陳 我姓劉 我們都叫建平 除此之外 我們有個很相似的點就是 我們都有一個很志氣的臉龐 更重要的是我們都很愛 也難怪在網路上 有些人可能不了解 就常常把我們兩個當成同樣的人 不過我們有個很大的差異 是他的成績是全校第一名 聽到這樣子的豐功偉業 大家無故都對他非常的尊敬 敬畏三分 我也很欣賞他擁有這樣的能力 因為儘管外在條件上的不足 但他可以在內在的聰穎上 展現他猶如巨人一般的存在 同樣可以受人尊敬 因此我決定 也要向他看齊 我也要在國中升高中的升學考試上 努力考得好成績 展現他一樣有如巨人一般的存在 因此我開始發奮讀書 努力上課 每次我快要渡顧睡著的時候 我就垂著自己的雙腳 在心中念著自己 健平 你的身高都不如人了 你不要在這個地方都比別人矮 每次這樣督促了自己之後 我會有動力繼續讀書 而且也因為這樣子心無旁駕地朝著目標前進 我也少了一些 使用社群網路的時間 也進而少了那些比較的心態 旁人對於我的冷嘲熱縫 好像也逐漸比較少影響到我 那在這個努力的過程上 我學習另一個健平 努力讀書的態度 在讀書上不需要張揚 不需要狂妄 也不需要在社群網路上 各種的藥武揚威 只要在這努力的過程中 低下頭 努力的耕耘自己的讀書計劃 和努力的過程 終究會有所說過 那最終 我也在這個升學考試上 拿到這個PR95 還不錯的成績 那在這個戰役上 我認為 我不僅戰勝了別人 更大的是我覺得 我戰勝了我自己的焦慮 和不自信 除此之外 在這過程中 因為我的努力 也讓旁人對於我有點改觀 他們不再只關注在 我外在條件上的不足 他們也好奇 我這個之中的轉變 我努力的過程 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 那在這社群網路的使用下 讓我們常常不知不覺的 就放大了別人 對於你我外在條件上的關注 那我很慶幸 我能藉由這努力的過程 看見我也能夠展現我另一面的好 雖然現在我還是偶爾 會因為社群網路比較上 感到焦慮或不自信 但我只要回想 我過去這段時間的努力的過程 我就知道 我必定能夠再重新站起來 必定能夠再發光發熱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